大家好,我是DJR周 今天要搭乘台鐵公司最新的車型 是強豪EMU三廠型的列車 這次就要介紹 去搭乘這個列車的一個公司 希望這個影片也會喜歡 以前到月台等候車子進站 說著說著 我要搭乘的這班列車比較精湛 那接下來就聽聽狂播 看它狂播是怎麼介紹的 這個大賽車輪到月台中 更多的幾次 看它們的一次性 感覺到月台中 還有一個 大型的兩端 大型的兩端 有些二端 四公斌繪防禦交平方向 交往前走 回滾 民航攻空 旅遊 新西强35-3000新列車 本次自由列車不發送送票 並不能夠使用擁有卡 低卡通的電子調整 以及電子調達成 如果不是使用在可定生車況的領客 請不要上車 上車之後 也是開始尋找 的位置 應該是在車廂的方案 播放 找到座位之後 當然不能閒置 就逛逛在車廂裡面 這邊是行李的一個置物架 空間並不是設計的非常的大 那另外這一頭 基本上不是大型的行李 放在這個位置 還是蠻合當的 不然就要把行李放在這個 上面的置物架上面 看這個空間呢 大型的任何椅子可以通 走著走著 就可以 穿過這通道 這新 的自強號呢 基本上它通道的話 是用感應器 不需要像借的一樣 水遞案 或者是像不用買的資料搜案 這個是 男女共鳴的 車廂 車廂裡面比較特別的是 它還有馬桶紙 那整個照明上 它感覺是蠻清爽的 中間是還有車 那這邊是 一般藍廁的部分 這藍廁的部分 就是它有個 特定是補擋 因為這個 車在台灣 鐵路上 來講是比較遙控的 不過 這新型的自強號呢 它的遙控船邊 是因為所有的太鐵公尺的 車廂裡面 遙控船邊 最小的感覺 感覺上是 比較不會搖晃的 那實際上 還是 搖晃車廂還是有一定的 我走到另外一個車廂 看一下這個車廂 這是第二 車廂的部分 那 這個 座位 感覺上 很清爽的感覺 因為它熟悉 配的孩子做 走過通道的時候呢 我會來到第三組的車廂 就第三組的車廂是 是 對 無障礙空間的 無障礙空間 可以使用 那 剛剛 我走到 車廂的地方 設計上 關台灣高鐵 有一點相近 那個 動線上 有一點相近 整個裡面的 無障礙空間 我確實 基本上 它整個設計上 是非常的 讓人家使用起來 是非常的方便 好的 我們等一下要 展示一下 這個第三組的車廂 這個地方就是 給 障礙空間使用者的 一個 蠻有上的一個空間 設計上 是 絕對 適合 如果 有做 女的朋友 來到 這個車廂 使用 這個上 活動空間 不過 這台列車最大的 缺點就是 它跟月台中間 會有一個 類似 一個小小的階梯的感覺 那 如果說 我相信 台北公司 也會派人 在全車廂 所以 這個 情況 上車的時候 不會 因為台階 很長 車廂跟車廂 連接的部分 基本上 還OK 回到位置之後 我看到 這邊有 每個座位都有 各自的照明 那 這個是前面的 置物穿桌 置物穿桌 呢 打開之後 這上面還有一點 止滑的感覺 這個 桌面上有止滑 跟其他車廂 設計起來 明顯的 不一樣 整個 感覺上 這個位置 還OK 寬度 也是 還好 那 整個來講 我上車一下 測一下 整個 車廂的一個 音杯的情形 因為 我們要求的是 搭乘火車的時候 安靜一點 舒適一點 整個車廂的音杯 大概都是在 95音杯上下 那 除了有時候 有人交談的聲音 會比較大聲以外 其他 大致上都還OK 只是我用手機 裡面的 軟件 來測試一下 車廂內的一個 音頻的情形 這個 車廂的前後面的 進出的門上面 都有一個 告示的一個 LED 它的一個 軟件 這個 基本上 它上面 秀出的字體 就會告訴你 整個 行車的一個資訊 它所使用的文字 還有 有 基本上 在台灣使用的 繁體中 以外 也有來自 歐美的 進口文字 這 進口文字 也就是 回到英文 那 這個 基本上 它告訴 講的都非常的清楚 告訴你 現在站到哪邊 還有行車的時數 還有在 整個 包括還有一些廣告 都會在上面 跑來跑去 行車的資訊呢 基本上 從這上面 可以看到 你目前除非的位置 甚至下站 你要到哪邊 它都會寫的 非常非常地清楚 非常地友善的 這台列車呢 最高時速 我有觀察到 在整個 我要搭乘的過程 最高到 125公里 那其他的時速 大概都是保持在 110 上下 就是它的跑速 我搭的這一列火車呢 因為從 有上來一些 有五位的遊客 他們的交談生意識 比較大聲 所以說 在整個過程 會有比較嘈雜的情形 整個行車呢 看到 戶外的一個景色 今天的天氣還算不錯 整個路上都看到 很多台灣的一些建築物 還有風景等等 那說到這建築物呢 有很多的建築物的設計 都是比較新穎的 那最近台灣的房價 在這個 大力有為的這個 明鏡島執政之下 房價 不只房價 所有的物價都飆升了 非常非常地多 發覺 台灣的物價 好像越來越高級 一路的飄上去 唉 不說這方面 我們來拍攝 的 步驥 很下雨 看一下 來拍攝 平台 只要 要 點 这些车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设计,就是在座位底下这边呢,会有一个充电的设施 那如果有需要的话,直接在座位的位置的座位底下,都有充电的设计 很贴心的一个小导的设计 另外在座椅的侧边的火把上,也有点子的设计 对盲者非常的友善 对盲者的设计 对盲者的组织 发出射运组 对盲者的组织 国内国外都会使用的一个降噪耳机 它陪伴我去过很多地方 有它所以说在火车站会觉得比较安静一点 这是我跟内人的车票 那我们今天的目的不是在新竹 这是座椅的设计 做起来有点腰酸背痛 因为它在腰部的部分 并没有一个衬托的人体工学的设计 非常的不贴切 所以说做起来非常的不舒服 外加颈部的部分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支撑 真的并没有像想象中那么好做 车型到中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海边的一个情形 那目前看到的一支大大的一个发电机 风力发电机啊 它今天也是一样修228假日 休假当中 那走过来这个继续运转的这个风力发电 它可能并不是老公朋友 所以说它今天必须要继续上班 那说实在的整个可以看到海边一个景色 那火车看到海边一个景色 感觉还是不错的 整个风力发电啊 很多支助力在海上 那种让大家看起来心旷神怡 说实在的这些风力发电啊 我们台电 它跟它买电的价格 比起国外来讲是偏高许多 也是造就台湾未来一定变价会继续上涨的原因 不说这个一说就会生气 好的 在火车上这样拍摄的时间过得特别快 张眼间马上就要到新族站 最终都要向一扯 左侧开门 门会开门在右侧的旁边 下车时请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缝隙 Please buy the gap 好的我们车门开了下车 那下来之后稍微有个雷斯台阶的一个小空间 看得很明确好 那个月台会有个小小的台阶的空间 走着走着就依序的往出口的方向走 那我们搭的是第一劫测箱 所以说到前面会有点距离 所以其实现在没有手益 levant到下车 駅前方向を望む 好的,最後決定要花出我的神功來趁機移動了 不是啦,是他自己開走,我們就陸送了剛剛打的這台新型的智強號 三千型的智慧影片 轉眼間,他的加速非常有效 是轉眼的火龍跑掉的 以上影片是DJ阿周在這個新型的智強號上面所拍攝的影片 希望你會喜歡,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幫我開啟小鈴鐺以及幫我按個讚 同時訂閱一下我的頻道,感謝您